有粉丝问我 这边有没有这个本地猪 大一点的 他想啊 拉两只回去宰啊 现在呢 来到亲戚这边了 他养了一群跑山猪 给你们看一下 看 在果园里面 让他跑 这个是给你 在山林靠谷打起来 怎么会跳起来呢 是这样啊 有啊 这个围栏的跳出去 给这个红薯叶子 它是大大小小都有啊 哇 你看 这个就是最大的 这些估计有 150左右的 这些 还有两个土白 那些白色的 就是那个土白 它那个瘦肉的话 会多一点 你这些啊 可能 好吃那么一点点嘛 不过这些的话 它又 又非常漂亮 各有各的优势啊 这两种 这些猪 这些猪 这些猪很厉害啊 它旁边有那些布洛蜜啊 那些布洛蜜一熟了 一摘下来 捞地上 就没了 过来捡了吃 给你打电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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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分点 你可以 大的养了一年多 看这些猪非常结实 不像猪篮里面养人一种 它的肚子没有到地下了 不脱地 给你那个肥肉的话 两天看着没有人 不是太多 看树底下 放这个红薯叶子 等它中午的时候啊 睡房觉了 嗯 就过来这里啃了 那是 菠萝蜜熟了 拿棍子一戳 我钓一个下来 抢着吃 看一排菠萝 你看这些猪都过来了 哇 是不是累的了 给人家翻 给人家翻 这些菠萝 来了 哈哈哈 视频呢就发给粉丝朋友看了 如果他喜欢的话 就叫他过来拉吧 这些猪 刚刚听 亲戚说 他 一道年尾 大猪啊 基本上是不够卖的 也非常选手啊 我发现这些猪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生病的 不知道是养的少 还是他在这个山里面跑 这个体质前 要是那些关在猪栏里面养的那些啊 三元猪二元猪那些 你养的少 你打理不到位的话 他一样也是生病的 咳嗽啊 喘气这些拉锡的这些 非常麻烦 然后这种鹿川猪的话 他 就放在这个山里面散养 也不理他 吹风 下雨的 也不理他 他自己去避雨 也 不会生病了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可能这些猪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土猪啊 毕竟那些二元 外山元的那种 都是外来品种啊 在中国的话 多多少少也也有一些不适应的 应该是这样吧 好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这种走山的鹿川猪怎么样呢 会不会比那些猪又好吃一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说说你们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